他们是要来找灵王啊 所以找不到怎么办 老师指着绘画图集 深入浅出的讲述过往的眷村故事 孩子们聚精会神听的津津有味 透过图文并茂的视觉传达 带你玄虹进入情境当中 达到寓教娱乐的效果 可以让小孩知道说 原来以前就是眷村的文化 然后包括他们现在又办了一个 很创新的活动 就是透过年寿 然后又把每个眷村的特色 把他带进来 然后让小孩又在这个活动中 有探险跟一些创意在里面 我觉得这样很棒 苏豪哥哥啊 他讲了很多故事有没有 那你觉得你最喜欢的哪一段呢 就是他们就在一起吃东西那里 绘本说故事不是只有 视觉感官的投射 还有文物的体验 更透过来眷村找年寿的 情境互动当中 让孩子在边学边玩里 认识早期年代的文化 年寿的这个角色原本 他可能是一个不讨喜的角色 但是透过我们的包装 他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大家小朋友会很欢迎的 一个角色的样态 那年寿进到村子里面来 其实就可以代表 我们黄埔新村这边的一个 吉祥物也好 然后再让很多的民众来到 黄埔新村可以来找年寿的 这些的特征 然后做一个互动的游戏 黄埔新村是台湾最早的眷村 老屋老故事 还有过往传统生活 对眷村文化定位 竟有影响力 孩童是名牙成长种子 运用绘本引导 有助于明了历史文化意义和价值 过年来黄埔新村 新绘本故事早年寿 记者清线中高雄报道